我觉得他后来这个大陆发言人 外交发言人最后有一句话有待玄机 他过去不加这句话 我们对这个讯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讯息 他说可是呢如果有进一步讯息 我们会立刻再跟各位报告 这一句话很有玄机 对这个他通常不加这句话 所以这一句话让我认为 事实上布林肯去大陆访问的几率 是大大提高了 我觉得这个现在他们一直都在谈 这个就布林肯来 这个所谓的agenda setting 这个叫pre negotiation 就是说任何的正式谈判之前 他有这个谈判前的谈判 那就是双方的工作阶层在谈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谈什么 这个agenda很重要 不太可能就是一个空白支票 让对方就是说无限制的发挥 就是说我们就谈你拿五个议题 我拿五个议题 你要不要engage 对你既然你接受我这个agenda 我也接受你这个agenda的话 我就要怎么讲 我就会非常认真的跟你谈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投期款 投期款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还没有来之前 你要做什么 对你还没有来之前 你要做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 有的时候会使出这一招的 就是要你这个布林肯 是你要来嘛 你还没有来之前 你先做这件事 对你如果不做这件事就免谈 对那这就是强势谈判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说deliverable deliverable就是说 我们各个能够得到什么 虽然还没有谈 可是我们到时候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各自都对内或者对外 都可以宣告胜利的 那一些项目是什么 那我们先把这些都把它盘点出来 这个可以 那个可以 我们双方有一些 还是说完全没有deliverable 完全没有也有 最近就说 要不然就说还是新闻处理 press guideline 所谓的新闻处理原则 这些都是在事前都要谈好的 这不可能到事后 双方见了名才这个 不过我觉得这个 求人的一定是属于弱势 那今天布林肯一直在求 一直在求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在谈判上 已经先天的占了一个优势 我可以不见你 那就不见 那就不要见 对不对 你如果不能答应的话 等你想清楚再来 对或者你哪一天 你愿意改变主义你再来 对我不是说跟你 永远跟你不见面 所以我又觉得 这些事情还在最后的 我觉得最后的推敲 汪文斌那个讲法的话 也可以说 他说我们有进一步的讯息 我们随时跟各位在 这个也是谈判中的一个部分 解释给美方一个怎么样 一个希望之光 汪文斌这次讲法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外交我们就是说 看这个都是蛮细腻的 现在我觉得尤其美中关系 大概处理都很细腻 对啊那就叫他自己喝 可以饮用就自己喝 所以韩国的 那个凡队长医院讲得很对 那日本一直说安全 安全干嘛往海里倒 安全的话那就拿来 大家一起喝 对不对 日本人一起喝 那一千桶 一千个大桶 那只是第一批 那第二这么安全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来灌溉呢 灌溉也可以用 你知道新加坡这个再生水 它有时候是那个 是那个化分池的水 它都拿来做再生 再生完以后 它可以当饮用水 事实上 那你这么安全的话 那你干嘛往海里倒 这很大的问题 建议韩国 就是说要谴责一下日本 世界都在缺水 可以生饮的水 往海里倒是什么意思 这样很浪费资源 对啊这是太浪费了吧 日本政府这样 这样子浪费 这么能引用的这种淡水 成何体统 我觉得美国可能会这样做 不过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法 跟国际惯例的做法 不过美国这个国家 把国际法跟国际惯例 丢在一边 也是家常便饭 所以我觉得美国 这次一定会滥用 它作为轮值主席国的 这个身份 完全无视 一般政府兼国际组织 尤其是A派 内部的这种明白的规定 以及什么 以及惯例 因为这个不是主办国 它有的权限 邀请谁或不邀请谁 主办国它只是怎么样 今天就是说提供场地 整个APAC的主人 不是主办国 是主席 要搞清楚 APAC的主人是所有 现在是大概所有的经济体 才是它的主人 你要说某一个明明白白的会员 他不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的话 不是你主办国来决定 而是你要经过 APAC所有的这个 它的所谓的 Due Process of Law 就是说你要经过 它的合法程序 你如果不经过 它的合法程序 你的主办国自行 运用自己的这个权力 就是说不邀请的话 这个全天下 没有一个国际法 会站在你旁边 所以是明明白白 违反国际法 跟国际惯例的 那美国会不会这样做 我说会 因为美国就是常常 在明明白白违反 国际法跟国际惯例 那它会怎么做 最后一看它国内 这个政治盘算 怎么做 对于现在拜登政府有利 它就怎么做 所以美国政府 就是一个不遵守国际法 跟国际惯例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最后 它会这样做的可能性很高 那基本上的话 这样做下去的话 以后各国就应该考虑 是不是要让美国担任 这个任何国际组织的 轮治主席国 因为国际组织 有一定的规定 它有一定的做法 像美国这个就是说 胡作非为践踏国际法 践踏国际惯例 无以复加 都有可能 不过我觉得总体的 总体的战略来讲 对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说美中关系搞僵 对美国并没有 并不有利 所以它一定要在这种 既有斗争 可是还是有交往的 这个情况之下 对美国是比较有利的 你真的搞到 就是说大家已经到了 那个冲突的边缘的话 很多国家会被迫选边站 被迫选边站 或者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他就该开始 对双方都疏离了 这对美国是并不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的策略 对中国的策略就是 一面出手修理 该做的通作 另一方面还要完整上 维持一个跟中国大陆 还可以维持交往 还可以维持沟通的 这样一个表面的形象 虽然这样子交往 跟这个沟通 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可是形式意义 还是对美国很重要 这样子做 对美国绝对有利 如果不有利的话 布林肯脸皮也够厚了吧 对不对 被人家这样子拒绝来拒绝 求来求去的 美国人脸皮也够厚了吧 可是问题 美国人做事 他有他的道理 这样做是对美国有利的 我们一定要这样假设 那美国计算下的利益 是什么 就是说现阶段 如果跟中国大陆断绝了 交往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事实上很多国家 会产生恐慌 在恐慌之下 这个各国的态度的变化 他们的研判 可能并不是对美国有利 反而对美国有害 所以他一定要在一个 斗而不破 然后斗而中间 还有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状况 这种情境 他还是要尽力要维持 其实马克宏想法是很对的 那你这个G7 常常有这special guest 什么guest请来 也对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金砖也可以有special guest 那我就把你G7 也请来一下 有什么不对呢 马克宏还可以做 kino speech 我们查一下 上一次 上一次那个G7 是不是有请 那个南非的总理 总统去 好像我记得好像有吧 我是要找了很多人 对 找了很多人 我记得还有找南非 印度也去 印度也去 对 都去了 对 对 所以真的 就很期待 我记得那个时候 定尼的这个 也有去 他又不是要申请 会有什么好紧张的 就是个guest 印度人是很精的 印度人也很狠 意思就是说 你在我这边赚钱的话 你赚太多的话 我就帮你没收一下 免得你吃太肥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在我做生意 规矩我定 CEO我来做 就这样子 那要不然你就退出市场 那让你自己去决定 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也没有国际法规 所以很多人要签 所谓的投资协议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是 对 可是WTO也没有规定 没有国际法规定 你这个政府 可以对外商做什么 对 外商的话 这个规定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由你住在国政府 它来决定 对 所以印度就这样干 印度本来就不在乎你去了 印度这个国家 他宁可不发展 宁可满街乞丐 他也不要来投资 你以为他这么重视投资 外来的投资对印度不重要 这是莫迪 这是莫迪 莫迪 他已经在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他原来做一个省长 他是最宝伤 吉拉特邦 对 古吉拉 古吉拉邦的帮长 说他是唯一一个省长 对外资有兴趣的 大部分印度人就是说 反正印度人上层的 都过得舒服的不得了 他下面的人就是饿死也不管 他发展干嘛 对不对 把你们都搞起来了 就把我 跟你们差距给他拉近 所以印度人 根本不在乎你去不去投资 印度哪有什么招商引资 对不对 所以你们今天进来 是你要自己要进来的 进来以后 你钱运不出去 或者说 我说你违法 你就违法 你就乖乖给我交那40亿 然后另外一方面 你公司怎么经营 照我的 你不听话的话 那你就请便 就这么简单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街